政府提出一阵轻夜经济措施 又团体进行问卷调查 发现有七成的受访者 支持重新设立夜市 又建议政府检讨牌照制度 令到商户可以更加灵活地做生意 其实他们是有生意底下 其实他们想要做夜一点 但是因为这个条例底下 可能因为怕着噪音 又或者其他的内容 所以他们十一天都要闪门的话 其实他们希望政府这方面 是不是能够放宽一些 他们在营业时间上的规行 未来11月都说可能有些的活动会举办 希望在一个食物上 一些零售成品方面 能够在当局能够放宽一点点 因为食品其实在我们的调查里面都看到 其实一个最主要可以抢引到 市民或者是由客到房的一个原因 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朝早 早前是向会员进行网上或者电话问卷调查 在收回来的1800份问卷中 有七成是支持设立夜市 当中他们最关注的是 夜市开设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是否便利等 调查又发现近八成受访者 认为饮食项目最能够吸引市民去夜市 团体建议政府加以善用维港海滨 米游客打卡的热点加设饮食消闲设施 他们又希望政府可以减轻经营者负担 可以防止夜市的产品定价过高 哦 谢谢大家